人体的呼吸系统 生物必须利用能量以维持生命现象 在细胞的立腺体中 透过酵素的协助 葡萄糖可以与氧气反应释放能量 同时也放出水及二氧化碳 此反应称为呼吸作用 动物的呼吸器官必须具有湿润的表面 并且有充分的血液供应 让气体在溶于水后扩散进入血液内 然后迅速地送达全身各个细胞 人体呼吸运动的控制中枢在脑干 能接收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的讯息 在休息状态下 成人的呼吸运动每分钟约15到18次 运动时细胞养分的代谢加快 血液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 脑干会促使呼吸运动加快 以排除过多的二氧化碳 并吸收更多的氧气